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我是小枫 在美国宣称击落阿拉斯加北部一个不明物体之后 加拿大也开始跟风炒作不明物体闯入领空 据加拿大环球邮报2月11日报道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当地时间11日对外宣称 一架美军F22战机在他的命令下 击落了一个飞入加拿大领空的不明飞行物体 火下令击落了一个侵犯加拿大领空的不明物体 北美防空司令部在预空上空将其击落 特鲁多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 加拿大和美国军机紧急起飞 一架美国F22战斗机成功对这一物体开火 特鲁多称 他已在11日与美国总统拜登进行了交谈 加拿大军队将回收并分析这个不明飞行物体的残骸 看了这条新闻 大胆推测一下 以后将有更多的不明物体 飞翔在美国和加拿大的上空 够美国的F22喝一壶的了 因为这些不明飞行物 可以由任何民间团体 甚至是美国的老百姓放飞到天空 然后看看这个F22怎么打球 比足球都精彩 美国有人猜测 加拿大击落的不明物体 会不会是美国的气象气球呢 媒体称已知它的大小相当于一辆小汽车 这样的体积也就是一个普通的小型探空气球了 某宝某拼上都多的是 质量好的几千元 差的就几百元 以美国论也就是不会超一千美元 而一枚ARM-9X响尾蛇导弹 如今的价格大致为60万美元 这完成任务的性价比实在太低 这次在阿拉斯加发现不明气球 五角大楼两次侦查 连夜讨论决定在第二天就将其击落了 看来效率比上一次有了很大的提升 但问题是这个气球到底来自哪里 现在连美军也是一笔糊涂账 一位官员透露 虽然目前发现了可能含有气球 主要侦查部分的起落架 但由于水流湍急 回收行动将一直暂停到13日 美国联邦调查局未能从 被美军击落的中国气象探测器的设备中 获得足够的信息来评估其能力 2月10日美国方面称 这意味着美国炒作一番白忙活 击落阿拉斯加气球后 这回美国倒没有急不可耐的 控诉所谓的间谍设备 也没有指控哪个国家放飞了这个气球 反而是一问三不知 科比只强调白宫正在努力了解更多信息 而五角大楼发言人莱德 干脆以机密为由 拒绝向媒体透露这个气球的来源用途 可能来自哪个国家 当被问及流量气球 是否给美国军方教训时 莱德颇有些恼火地回应了一句 风马牛不相及 气球被击落后 一位追踪美国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数据的美国网友 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一个NOAA的气象气球在阿拉斯加上空疑似失联 他怀疑美军击落了自己人放飞的气球 这个气球的功能是探测SKEWT数据 在NOAA网站的页面上 有一个实时更新的数据页面 就来自该气球提供的数据 然后现在这个页面现在无法获取到数据 表示这个数据来源不是通信中断 就是故障或者已经消失了 假如释放该来路不明气球的风向 在其运动区域之间没有大的风向变化 那么它可能会被带向东北方向 根据路线反推到出发点 结论是很有可能 就是阿拉斯加的科测部WSO所释放 结合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约翰科比的新闻发布会 证实第二个未经授权的高空物体 已在美国领土阿拉斯加上空被击落的事件 这个未经授权的不明飞行物 基本就是NOAA的气球无遗了 但问题是现在的NOAA敢不敢出来承认 是他们释放的 要是真是NOAA释放的话 估计北美防空司令部可以解散了 连自家人都搞不清楚 每年数千亿美元的预算到底花到哪里去了 请他们出来向美国纳税人解释一下 中国间谍气球炒作终于被反噬了 拜登被全美追着处理不力 美媒连篇垒毒炒作中国间谍气球的危害 这次在发现间谍气球 一路上报到拜登总统 一小时内击落该气球 但很可惜 这个气球是美国人自己的 不只是被指责怕了 还是争着邀功 反正就是未经仔细核实 就把气球干下来了 事实上 上次的气球闹剧发生时 从五角大楼最初的表态就能看出 美国军方根本没有当回事 因为世界各国领空中 经常能看到类似的飞行物 但这件事被美国政府和媒体炒作起来后 迅速变了性质 对外成为美国挑起外交争端的借口 对内成为政党攻坚的工具 在美美炒作和舆论压力下 这起闹剧也由美军尽在掌握变成丢人现眼 五角大楼急需挽回面子 而北美防空司令部恰好送上了一个好机会 通过对比这两起事件 可以很明显感觉到 五角大楼在努力向外界证明 美国防空没有漏洞 而五角大楼迫不及待的背后 也能看出一些有意思的小细节 在第二起气球事件中 北美防空司令部在9日 首次探测到气球飘到阿拉斯加 证明美军用来追踪导弹和军机的 北方预警系统 也能探测到在4万英尺高空 低速飞行的物体 但对6万英尺以上的还有点难度 上次还是加拿大通报后 五角大楼才得知有气球入境 其次 美国空军首先派出了两架F35战斗机 对气球进行查证 并试图拦截 但没有成功 其原因恐怕和缺氧有关 2017年 美国空军发现F35在高空飞行时 飞行员极其容易缺氧 但至今美国军方和落马公司 都没有找到事故原因 只能限制F35飞行高度 而气球的飞行高度 一般在20到40千米 这显然让F35有些力不从心 不过气球杀手F22 这次倒是表现出色 在4万英尺高度 即1.2万米左右 顺利击落目标 而上次是等到气球降落到1.8万米 才勉强击落 这也从侧面证明 F22在面对2万米高空的对手时 仍有些吃力 就目前而言 美国对第二起气球事件 公布的信息确实不多 很多程度上取决于 美国政府打算如何拿这起事件做文章 但不管怎么说 F22这个气球杀手的称号恐怕洗不掉了 以后中国啥都不用挂 搞个雷达脚反射 反射面积从大到小随机分布 也释放一些没有脚反射器的 前者消耗防空导弹 后者消耗红外制导空空导弹 只要时不时释放一些 那么北美防空司令部 就是预算增加一倍都兑付不了 美空军会疲于奔命 美国能用气球兑付中俄吗 答案是不行 因为美国人释放的气球 只会跨越大西洋 抵达英国和欧洲 从欧洲再漂倒中俄地界 估计会有数十个国家 抗议美国气球经过领空 在这招数就是超低成本 拖死美国人 当然美国人要是置之不理就没辙了 但真要是这样的话 就在气球下面挂个侦察设备 卫星通信的那种 明目张胆的拍照 气死美国空军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バスає